它有七大的交用電器耗電量排行 這個也挺棒的 大家一直覺得哪一家電是最浪費電 我覺得是冷氣機 我覺得是冷氣機 但原來不是的 我們數一數下去 第七名 洗衣機 家裡沒有 我家裡沒有洗衣機的 有嗎? 有 洗衣機分為弱洗、強洗、什麼洗、什麼洗 代機的功率不高 代機模式時不會浪費電 即使用完一定要蚊插手 但原來弱洗比強洗更浪費電 普遍來說 當然每部相機不同 消委會也會有個內容 普遍來說大部分 這類型的家電 大籌規 當然 一定是這樣 但他們以普遍來計算 這樣排名 以及他們為什麼耗電 然後洗機的弱洗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弱洗其實花很久 花很長時間 但一般以為弱洗 要加快一點 要多洗一點電 大家以為弱洗當然浪費電一點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原來弱洗是省的 有什麼要弱洗呢? 貴一點的衣服? 有時候你會 放在這裏 弱洗你覺得它是 等於煮飯而已 煩煲有分 慢煮和快煮 一樣的 好 講開煩煲 第六位耗電的就是煩煲 煩煲 為什麼呢? 如果沒有看能源標籤 用得不好 等於一部小的冷氣機 四分一匹 好像這麼誇張 一天用一個鐘影 用了一度電 很漂亮 為什麼呢? 都挺漂亮的 因為我現在經常會看著 高仁姐姐煮了飯多久才餵 會有寫的 而且飯煲面會有1H、2H 保暖了多久 有時候我覺得它休息太久 有時候我小朋友吃一頓 可能分開吃 一次過吃不完 我都會看著 又保持飯煲多久 或者又忘記一息 看到四小時還未熄 我都會看著 這些事處真的很難服事 連飯煲也看著別人 我又不是看著別人 關心兒子的 我了解一下 他正在吃的東西 長到幾岸 根本想捉那個工人錯處 我沒有 當然要懲罰的工人 當然不會 你這樣賭賭 過來判斷 我兒子判斷他 一個小時 一度電 一度電 也挺誇張的 所以大家都 用 但很多人喜歡用電飯煲來蒸的 我發現現在 還有嗎?不是用蒸籠嗎? 通常都是 都是 但你煲飯 它有一個功能的 有些人應該用來煲飯麵包 或者是蒸熱一些雪櫃裡面的燒賣 我真的比較少 我通常用電飯煲飯麵包 通常用電飯煲飯麵包 其實它跟蒸爐差不多 因為電飯煲飯麵包 始終沒有那麼健康 相對來說 但反過來 以前有些快速的蒸籠 我們平時在街邊看到的 賣燒賣 我都用蒸籠 現在都有 一大塊的 我連那個也不用 我反而用 鑊鑊 煲起水就這樣蒸 那些我覺得快手一點 如果你說電飯煲想 缺點電話有沒有方法 有 原來煮雲之前泡30分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泡 習慣我有 他說這樣會比較容易軟 就會縮短煮飯時間 但這個我不太同意 有些電飯煲是一按 對 你一煮就37分鐘 他都不理你 他感覺不到你的米 除非你自己設定 沒錯 另外還有他說 原來在內鍋加熱水 電飯煲也可以省電一點 因為原來電飯煲的操作 就是將水加熱到100度 才開始煮飯 這個我也不知道 他說一來一回 可以縮短30-40%煮飯時間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只有一個按鈕 就是快煮和慢煮 最原始的按鈕 最原始的按鈕 可能就會OK 第五位剛才我們說到的雪櫃 就是在家具排行榜耗電量 第五位要浪費電量 但也沒辦法 每個人都要用 省電的方法也有說了 所以直接挑去第四位 第四位是甚麼呢 我們先放一拼 原來是熱水壺 原來是熱水壺 水煲 這個我家也沒有 因為這個是長期保溫的 電熱水煲 就是企業形的 常溫型 長期煮的水 如果是這一類的 我家也沒有這個設備 我想補充一點 我想補充一點 因為這個很重要 我經常跟家人說 說回雪櫃 剛才我們沒有說的 就是不要塞到爆了 塞到爆了 這裏也有說 不夠冷 你裝到七分滿 可以節省10%的電力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不知道為何 我的雪櫃永遠都塞到爆了 因為怕你兒子沒東西吃 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在生兒子之前 這個現象已經出現了 因為怕你未來兒子沒東西吃 所以買定了 處定了 幾年前才是這樣的 十幾年前才是這樣的 我當兒子的時候才是這樣的 所以奇奇怪怪的 這樣就不好 所以大家留意著這個項目 不要塞到悶一悶 再說回我們剛才第四位的 熱水爐 是不是熱水壺 企可形那隻 沒有住溫 90度、70度 那種的電熱水壺 是第四名 怎麼節省電呢 怎麼節省電呢 又是省電模式 原來有些就是說 它可以冷一會兒 冷一會兒才補熱 不會長期保持熱 我覺得這個不會有人理會 不會有人理會 有這個東西就是為了方向 長期希望人家有熱水 立即有熱水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 一般的 一般的適用 一般的 第三位我就猜不到 電視機頂盒 現在不是說電視機頂盒 既然耗電是第三位的 這個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他說電視機頂盒 運行功率等於16瓦左右 雖然耗電的機 相對來說是小的 但是機頂盒需要24小時連續開機 都是一樣東西 你不用的會關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掉 機頂盒的習慣 例如電視 電視你拍不拍大掣 我不拍 你拍的嗎 你拍不拍大掣 我也不拍大掣 我也不拍的 有家人是覺得拍大掣 他拍到電視壞了 他也說沒關係 我覺得拍大掣 有關係的 電腦會不會長期不關掉 電腦會關掉 電腦會關掉 因為有些是不關掉 長期開 長期開 我公司那部 其他就 公司電話不關我的事 當然 自己的電話當然是自己的關係 對 因為我長期都用 我長期用notebook 我也是 所以我用notebook 我不會長期插電 或者長期開 但你的notebook會不會關掉機 因為我的電腦是PC機 我的PC機是要關機 但我的Mac有時候都會忘記關掉 因為某程度上 它吸收了就會關掉 是會關掉的 代電功能 所以我的Macbook就代用模式 不同的機器不同 但機頂盒我真的會關掉 看完我就順利會關掉 睡眠模式是不是關掉 不用 怎樣為止關 我看真的會關掉 Apple TV可以按 off嗎 I am not using Apple TV Google TV 可以用off I am not using Google TV 我想在走 Android和 iOS應該都是 有一色機 應該都是 因為我經常都會按進去 立即進入睡眠模式 那我就當它關掉 應該沒有關係 不是正式關掉機 我找不到關掉機 關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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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位冷氣機 開始大家會交電費來了 因為這個冷氣第二位 尤其如果你長期開著的話 你更加知道冷氣費是多麼金 因為我也開得多一下 如果冷氣來算 因為一來怕熱 二來因為我現在住村屋 我不想有蛇蟲鼠 所以避得過 我也不開窗 有些人說是用風扇 但我不知道 我不習慣 尤其是風扇 風吹頭會痛 一想起也有點痛 你一想起也有點頭痛 一吹頭就不行 但冷氣的省電方法 是把溫度設定在26至28度 然後再把風向向上 風向是真的向上 不知道是否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開車也是 如果想車快點冷 我們會把它撥高一點 即向上 因為冷空氣向下沉 熱空氣向上升 這個原理下 所以吹向上邊 讓它墜下來 這就是最快的方法 保持著上高又冷 下又降下來冷 但他說要配合這個風扇 靠風扇把風吹散 這也是另一方法 那就看你家的尺寸 開這麼多東西會浪費點 冷氣在26至28度 不如不要開 我們之前經常聽說25.5度 我們經常聽說保持25.5度 最好 現在就說還有26至28度 26度即是太高了 我也覺得 我想說 這部冷氣哪有能開 26度 有 不就是28度 26度我也試過 因為有些冷氣機 我真的未上過28度 好像有 大哥 我家因為現在 村屋正在用舊式冷氣機 即是一大塊的 所以真的不能教 但之前的屋子是用分體式的 那些可以教的 26度是有的 一定可以教26度 28度我就沒有 神經病怎麼教28度 我通常是23至24度 我有些人真行為的 如果你說教28度 以前上學的時候 冬天很冷 十幾度 或者… 但又會開冷氣流通 特意開冷氣 但教到一二十幾度 那就變了暖氣 看看我們的年紀 真的有一個差別 通常都被人罵 因為中學來我們太遠了 我們已經不記得了 我也很遠,我十年前 你還不說 有些冷氣 除了用來做冷的效果 就是抽濕的 也是 濕起來的時候 抽起來之後 你開冷氣爽快很多 爽快 也是的 大家注意 因為冷氣的怎樣 省電 坊間聽很多 大家有自己的學說 我們沒說第一位 第一位就是 Following都沒想到 因為我也覺得是冷氣最厲害 但這件事也對 因為你想想夏天的時候 你說冷氣費很厲害 電費很厲害 其實冬天都差不多 冬天有時都會用電用很多 因為熱水爐 熱水爐就是七大的電器排行榜 好電量 最厲害的 就是這個熱水爐 家裡的那些 有沒有說是恆溫的那些 我不懂怎樣計算 它說它的功率最高可以達到3000瓦 剛才那些電熱水煲 十幾瓦 是十幾瓦 現在你說電熱水爐 就是3000瓦的功率 所以它有幫你計算到 如果一天整天都開著 我覺得耗電是可以20度的 你們會不會關鍵的 我一定會 每個人家裡的爐都不同 有些用儲水式電熱水 我們用普遍去 一定要關鍵的 今集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